这趟蓝宇之旅 一定要完成你旅行当中最大的梦想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游了很多的 国际性的游泳池 甚至海边都游过 但是我也一个地方没有去到 就是我看导演拍的一个纪录片在蓝宇 我就说那个海看起来很有安全感 我说那最后旅程 一定要带我去那个地方 所以最后我们的目标 最后我们的终点就是在蓝宇 那就是游泳池穿很多了 就是各大厂牌游泳池都穿过 唯一没有穿过的就是蓝宇的丁字库 所以我跟他要求说 你一定要帮我生一条蓝宇的 勇士的丁字库 然后再骑上直线家族自王 你帮我拍摊照 我就了无心意了 就OK了 这就是一个逃家的人 最大的想法 不是一个逃婚的人 这就是一个逃婚的人 他要把自己全部都扒光光 然后穿在一个热腾腾的椅垫上面 然后骑着这个直线家族自王 还要跳海 然后要跟飞鱼用 这就是他的梦想 我觉得这真的很大男孩 小叔有点幼稚 但是又很可爱的 其实他在都市也可以坐 这种裤子很多可以买到 你是说什么店里面吗 不是 其实蓝宇最棒的就是他们的文化 是 因为我们去过就知道了 其实蓝宇最 留下最棒的就是文化 全台湾大概找不到一个地方 没有便利商店 蓝宇没有 蓝宇就没有 其实关于丁字库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们会认为 我们这种叫做被巡化的都市人 你看 这个我们所谓的丁字库 是达物族最传统的服饰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服饰 周族的传统服饰 很多的铃铛 穿戴很多 有皇冠 包得满满的 在你还没有过来的时候 你就听到那个铃铛的声音 就是他要来 可是在蓝宇这个岛上的原住民是 几乎要一丝不挂 然后让自己跟大自然在一起 这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服饰 就是让他们自己 完全地跟大自然在一起 然后他们做什么呢 所有二三十个男的 用一样的力量扛着独木舟 一个人使力量容易 两个人使力量的时候会打架 四十几个人要一起扛独木舟 要一致的时候 那个心跟歌声是要一致的 然后把船抛高 然后女人是留得长发 然后用他们的头发的甩动 整个身体的舞动 跟大自然在一起 这是他们认为最尊敬 最敬畏的方式 他们承认自己的身体 是老天人给他最大的礼物 对 但是均好想要穿上这个丁字裤 对于蓝宇的原住民导物族来说 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 是一个非常不尊敬的方式 对 因为其实他们是 那是他们自己成年 男人成年礼的一个礼物 才可以穿 对 所以你一个外地人 然后你又带着有点 小色情的眼光 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的 小色情眼光 就是 其实他也知道 每个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是均好就是有办法 依然是倾听了这些 人家就真的是生了一条丁字裤出来 就用他无邪的笑容 跟非常阳光的态度 因为我真的愿意跟他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其实现在很容易嘴巴讲承诺 但他身体没有跟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很多人是身体跟上的 可是嘴巴连承诺都没有 没有 所以原住民 其实他们就是希望你 你是 你是真的是用心跟他交往 对我觉得是心 他可以感受得到的 每天使用身体的人 你最知道说心在哪里 每天动嘴巴的人知道 有没有这个心机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讲的是那个 心没错吧 应该是你的真诚 真诚 因为我刚怕会有误导 其实他们是很容易 因为我想可能状况比较像 我们频率比较相近 我跟原住民的频率比较相近 他应该可以感受到 我真的不是要去展现 你的丁字库有多好 因为我不是为了展现这件事情 其实 可是他真正穿上去的时候 我就看我打入主的朋友 开心死了 怎么说 荣耀 光芒 他说这是我有史以来穿地质裤 看过你穿丁字库最好看的人了 就是你了 你怎么可以穿得这么好看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 不是说说而已 是真的 因为这里面有照片 对 其实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跟你们一起去 十年前没有跟你们一起去旅行 你们拍片 我们也没有跟着 但是我们就用电影 看你们去全台湾各地 阿里山 泰鲁阁 还有蓝玉 跟你们一起去旅行 旅行台湾真的很幸福 很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惠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